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九龍灣 小姐,你好,不好意思 這裡是過去的士站 我趕著去港島郊間,不好意思 趕著郊間,你在這裡排隊 趕快趕時間 我們的士司機是服務提供者 乘客是服務使用者 我們應該盡力提供優質服務給乘客 而衝突,很多時候都是因為欠缺溝通而造成 乘客誤會司機拒載,才會這麼大反應 在這個時候,我們應該調節自己的心態 冷靜分析問題的癥結 即是說,如果客人很趕時間 又撞對,我要過海交間 經過解釋之後,他也是不接受 我會選擇盡快送他去九龍灣 要實事求是,互量互讓,講求雙贏的方案 明白了 還不開車? 小姐,其實在過去的士站排隊的的士 是有權拒絕飛過海的租用的 我看前面市區的的士站沒有的士 你又這麼趕時間,我雖然要交間 但我這次幫你吧 謝謝,不好意思 我的態度是… 越來越重了一點,謝謝你 75元,謝謝 好 不好意思又沒有散字,只有1000元 又是大字,今天收了幾張,我等等 不過像明哥說的 要學會怎樣避免和城下發生不必要的衝突 還有怎樣安撫城下的情侶 細心想的問題是什麼 這樣才可以知道怎樣解決 當知道問題和原因,就會知道應該怎樣做 先生,真不好意思 你剛才看到我找了很久了 我真的沒有散紙 散紙都找了給上一個客人 請問你電話裡有沒有電子扶款系統 有 謝謝 不好意思,沒有電 不要緊 我好像收了100元 真的謝謝你 我先找回… 這裡找回給你 好,這1000元給你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自己面對問題時,與其消極被動 倒不如主動出擊化解 細心和有耐性感向乘客解釋 和用實際行動去解決問題 要實事求是,互量互養 先生,謝謝你一百四十三個半 什麼?市區、市區、一百四十三個半? 你有沒有搞錯?我只負責一百萬 先生,可能是幾年前的事吧 加上剛才有一點塞車 我只是看錶收錢而已 我怎麼知道你有沒有搞過這部機的 博明哥說 要避免跟乘客發生不必要的衝突 要懂得緩和乘客情緒 是,先生,不好意思 我打一張單給你 嘩,你有心穿我的鼓滑 這部機是給你弄過來的 這個人可能是之前 被不良的司機騙過才會這樣 我應該要安撫一下他 以油濟缸 避免硬碰硬,兩敗俱傷 先生,攬收車資是違反香港法例的 我絕對不會這樣做的 我怎麼知道你 總之我只給你一百元而已 你又別打算找我 你有兄弟,我也有手足 弟弟 先生,既然你這麼說 我也沒辦法了 我唯有找警務人員幫你解決問題 好,怕虧了你 好,我約了老闆 沒空,多少錢 多謝一百四十三 一百四十三 一百四十三 一百五,不用走… 好,謝謝你 我今天還是要給你 好,謝謝你 我今天也要轉到你的 我今天要做成功 好,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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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好,謝謝你 我們來說 我們就可以找到了